S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 是我国在实务期间由中国迫击炮专业研制机构自主研制的新型迫击炮 研制过程中 我国相关院所和火炮全系统相关机构进行了通力合作 经过了多次样机的试制与试验 解决了武器系统一体化设计 高射速 高机动性等关键技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根据结构形式的不同 排击炮可分为三大件排击炮 带反后座装置的后装填排击炮和速射排击炮三大类 SN4型81毫米车载排击炮归类于速射排击炮 速射排击炮采用炮门自由后座 前冲定点激发的自动机 油弹加供输弹 设有单发和连发转宽装置 这种排击炮的结构与三大件排击炮相比较 较为复杂 有自动连发的特点 因此 也有人俗称这种炮为排击炮中的机关炮 S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排击炮 就是具有这种机关炮特性的速射排击炮 与国产前引擎82毫米速射排击炮相比 S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排击炮 与国产东风 也就2050型4乘4军用越野车底盘相试背 提高了作战机动性 该炮配备的激光直瞄镜和微光镜 能实现半直瞄和夜间观察瞄准射击 并能提高火炮的首发命动率 还实现了360度方向射击 提高了火力机动性 这种新型排击炮 能对阻碍执行步兵营战斗行动的目标 进行压制破坚密 也可执行烟幕迷茫 纵火和照明射击等任务 国产三四型81毫米车载速射破 主要作战对象是敌前沿 潜进或一定纵身内的各种暴露目标 包括有声力量 装甲目标 炮兵阵地 导弹发射装置等 以及隐蔽在反斜面 峡谷 丛林等起伏地形或也沾攻势 城市建筑物后的各种目标 由于S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 能实现快速机动 具有实施敌后空降 前回穿插 城市巷站等作战特点 因此 也有人称其为迫击炮中的突击炮 在执行作战任务时 S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武器系统 在领受任务后 可快速机动 或以空降方式到达指定地点 并迅速转换为战斗状态 根据下达的作战命令 通过火控计算机 解散装定猪元 首发人工开门 选择单发或连发射击方式 装填弹架 操炮并射击 射击后 自动开门 可进行下一个弹架的装填和发射 直瞄或扮直瞄射击时 通过激光直瞄镜 测定目标距离 操炮手瞄准目标并射击 夜间可用微光镜瞄准目标射击 S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武器系统 有火力单元 火控单元 底盘车辆 单要等分系统组成 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 选用东风Q2050型四乘四驹用越野车 公路最大行驶一度大于100公里米时 最大行驶里程大于550公里 该炮也可根据采购商需要选配底盘 单要分系统为87式81毫米远程杀伤弹 SN4型81毫米速射迫击炮的高低设计为 10加850度 最大射程大于6000米 有效直射距离400米 实际发射速度每分钟40发左右 最大射速可达4发每2秒 SN4型81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 极大地提高了射速和机动能力 被称为迫击炮的革命 该炮还有外贸版并且在2019出口到阿尔吉利亚 并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 具有较好的军贸前景 我可以解决一下 我可以解决一下